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谈到了耶伦访华 耶伦访华到底是为了什么 咱们也谈过要买美债等等 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结合他讲的一些问题 再加上他的另一位贸易代表戴琪在欧洲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生产效率太高了 等于是个威胁 对谁,对欧洲 那他在干什么呢 实际上咱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他在团结欧洲来跟中国来谈白 等于是找欧洲人当帮手来跟中国谈白 美国人很狡猾 找一个华裔当代表 找一个华裔当美国贸易代表 实际上一旦做到谈门桌上 直观的就是美国人谈门代表是一个华人 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 所有欧洲人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对手是谁 我的贸易对手是谁 不是美国人,是个中国人 非常狡猾 就等于把仇恨直接从那张脸上就写上了 你跟我美国谈什么 你得找这个中国人去 我们的敌人,共同敌人就是这个华裔 那个戴琪是个华人 他那张脸 他非常恶毒这种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咱们有证据 这个德国总理即将访法 他要谈的什么 谈当然是新东原了 实际要对中国可能啊 有可能要施压 咱们后续看 看这个德国总理要谈 肯定有合作 但是也得向中国施压 不得不说啊 这个未来呢 可能美国要联合欧洲 跟中国要在新东原领域 就是耶伦临出发前谈的几个点 就跟欧盟一起向中国施压 这胜算还是比较大 因为欧洲在 欧洲和美国联合起来 对中国施压 拜登呢 现在 其实他这四年 他绕圈 他原地在踏步 他没有什么成绩啊 所以他这次把这个 实际 你可以讲 他是最后几 这等于是最后一次 让这个 这个伊伦访华了 就是他任期内 而这个布林肯也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啊 那就在 这个最后一刻 就是最后一次访华 那伊伦 对吧 在拜登这个任期内 他呢 谈到了 所谓的中国的生产效率高等等 新东原汽车 光福等等 美国人现在啊 这个 在欧洲 打这个 队员战争 然后呢 收割欧洲啊 比如说中国是 发达国家的收割机 我觉得你看看这个 俄乌战争啊 真正谁是收割机啊 两年战争啊 谁是 他比中国好事啊 美国收割欧洲 可是发达国家收割机啊 那个小效率是吧 小先锋啊 所以你看 真正的发达国家收割机 不是中国 是美国啊 美国这个发达国家收割机啊 比谁效率都高啊 那就很简单了 这个 实际上就是欧洲被美国收割 美国收割同时呢 美国人想把这个锅 说给中国 当然这个 巴以冲突等等啊 这个后话 就是欧洲和美国之间有矛盾 对华政策上 拜登呢 是在经济脱钩 一直干不了 说失败了 就失败了 怎么办呢 就是搞什么 对中国芯片出口限制 那你限制以后啊 也没用 为什么 你看马上这个MAT70 对吧 也不是MAT70 是MAT70 华为的 MAT70 据说MAT70的芯片 这个又上一档 芯片制成又升一级 拜登手里边基本没啥牌了 怎么办呢 他必须要在自己大选年 有点成绩 这个成绩是什么 可能就是耶伦 要向中国施压的 就是联合欧洲 对中国进行 比如光伏 比如新能源的联合的施压 让中国妥协 其实这个耶伦核心 是干什么 还是干在金融这块 就是让中国能够在 这个金融领域放 能够放松放宽 当然这个放宽放松啊 并不是这个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不会 是立刻就同意的 而且也知道 你现在金融收割嘛 所以中国是不可能让他来 我就这么干 但是呢 他至少能够 比如说他又可以讨价还价 比如跟欧洲一起联合制裁你 那这个时候中国可不考虑 考不考虑 对吧 实际呢 美国他的谈判方式 已经暴露了 就是施压 然后呢 把这个责任归就归对方 这个在伊伦 所有看来就是这个逻辑 那就是最好 就是从新能源汽车 先下手 这个领域欧洲是弱下 所以他团结欧洲 现在看戴琪就在那 光伏 对吧 光伏 等等 但是你说你美国 在这个光伏搞补贴等等 你根本就不比中国差 你现在补贴的更狠 就一系列手段 你要是以这个理由 说了联合欧洲对付中国 欧洲人都 都得骂你 你是最罢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既然是找到了 一个和欧洲能合作的 一个突破口 一个方向 他也绝不会放弃 美国找到机会以后 就得联合欧洲 跟中国一看 因为欧洲的 这个汽车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已经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压力 这个议论 访华之前就说 中国补贴 能过盛等等 打全球价格 向全球倾销 你看这实际说的 是谁说的话 不是美国人 他心里明白 他没必要在访华之前 是给欧洲说的 那中国汽车 很快就是 抢占全球市场了 那这个时候 打蛇打七色 那德国急了吧 德国说 我赶紧上吧 去找中国谈一下 这等于是跟欧洲 一起向中国的 这个产业 这个等于是 不论补贴产能过剩 还是倾销 我觉得 美国人没资格跟中国说 美方自己补贴 咱们都不多说了 但是美国就在这补贴上 还有贸易失败了 无论是怎么跟中国经济脱钩吧 都失败了 就说明他怎么补贴都失败 美方先从电动汽车 纯电汽车电池 包括太阳能 太阳能 它有成功率 这块是欧洲弱项 但是这个图谋会不会成功 咱们不知道 就中国看怎么化解 所以你看看后续的欧洲人 大股膜的跟中国谈 德国来了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什么 咱们轻而易举能化解 后续要看 那这为什么美国人 现在要团结欧洲 因为他单打独斗失败了 你可以看未来 就是拜登执政这几年 所有的项目都是单打独斗 咱们仔细看一下 他单打独斗基本都失败了 咱们一个一个谈 还是不用谈了 基本上你看一下 拜登搞的几个跟中国对抗 基本单打独斗 没有一个能赢的 所以他现在就得要找盟友 找谁找欧洲 说中国价格过低 破坏市场价格等等 让欧洲企业损失工人 美国加欧洲 他认为体量够大 这样跟欧洲一起 把中国给挤出去 中国当然不会同意 而且不会妥协 其实美方派一伦来 谈金融开放等等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以跟欧洲 联合对中国施压等等 拿这张牌来向中国施压 然后做交换 交码 你到底在欧洲那块压力有了吧 你跟我美国交不交换 实际还是这个逻辑 首先金融这块 一轮还是要让中国能开放金融 咱们说华尔街收割 必须要有这一项 美联储今年某时间点要降息 现在美国利率这么高 不降息的话 美国银行受不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美国和欧洲 共同对中国施压 联手打中国产业 那么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 就是要配合他的金融收割 做空中国 比如让日本再次加息 谋划某个时间点 对中国人民币进行做空 大共和做空 欧洲再配合 柴链 产业上跟中国施压 就等于是在媒体上热炒 美国欧洲共同对中国进行制裁 你看 就某个时间点大规模做空中国 那中国这个时候 新年轻车 实际上没有了一个热点 那这个时候没有赚钱的热点的时候 全都开始做空中国了 他玩的是这套 就是现在不排除 他是在为今年某个时间点 耶伦在为今年某个时间点 再跟中国做最后交易 等于是中国如果不同意 他下一步就跟欧洲一起联合 对中国进行做空 所以这个政策 我觉得他也就这个套路 他有联合欧洲一起对中国做空 当然到底怎么操作 或者中国怎么去反制 咱们后续还要看 中国领导人和舒尔茨 德国总理谈 他们谈才是关键 说白了 德国人上不上当 会不会联合美国人一起跟中国 玩这个制裁 那制裁这个一旦形成的话 那就是中国 可能要遭到华尔街联合的进行 进行这个金融收割 这个时间点 他一定会提前和欧洲谈好 所以咱们可以从侧面判断 美国的金融收割点 时间点位 可能就与欧洲和美国 共同对中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等 开始联合进行制裁 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契合的